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同意 爱的坚守又能否换来生的希望 这网上都是假的 是妈给你亲亲姐姐为了给你着骨髓 编的 谢谢 敬请收看方圆巨阵 生命的阳光经编版 上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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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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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课先上到这里 谢谢大家 雅丽晕了 雅丽 雅丽晕了 雅丽 雅丽晕了 什么情况 雅丽 是白血病 大学院还通知她来 姐 上车 啊 上车 啊 上车 姐 雅丽晕了 是白血病啊 姐 咱俩真的是白血病啊 她是 她是因为她喜欢你了 我才带她偷跑出去吧 我才带她偷跑出去吧 都怨我 我干吗要带她逗宝出去呢 她要有点什么事 我怎么办 太匐妍 你怎么样了 怎么样了 刘医生 她是消化道出血 现在血已经止住了 但是呢 一天不能进食 还有骨髓的事 我们现在也在尽力地 在全省骨髓库排查骨髓 但是呢 你们自己也要想想办法 能找的人我们都找过了 实在没有办法了呀 反正尽快吧 我怕时间长了 就算有合适的骨髓 这孩子的身体也顶不住 喂 我没时间 我忙着呢 好了 拜拜 郭老师 谢谢你啊 今天陪他聊了这么久 看得出来雅丽今天很开心 如果好的心情对治疗有帮助的话 只要我有空 我可以每天都过来 对了 这个是我的名片 那个 郭老师 您不是还有事呢吗 对啊 我有事 我再给您打电话吧 行 好 好 好 来啊 来 过来吧 雅丽现在这种情况里带她出去 出点什么事怎么办 出事了 我告诉你 跟没完 我是不是看雅丽这些日子在医院不开心 兴许出去能高兴点吗 刚才那哪个谁啊 网站编辑 雅丽晕倒了是她帮着送医院的 你怎么能找网站的人 那件事要是被她知道了怎么办 我 我不说那件事不就行了吗 哪件事都不行 大夫 你好 我是六十床雅丽的老师 我想问一下她的住院号是多少 这个呢 是我们学校的捐款 我想存在她医院的账户里 这个呀 你得去收款才来 是这样 我刚从雅丽那儿过来 听说她的骨髓一直都找不到合适的 是的 我们也正在排查省内的骨髓库 但一直没有合适的配型 她父母的也不行吗 她老师你不知道 她父母不愿意说 但是学校让我来送这个捐款 所以我得搞清楚状况 所以就找到我人来了 麻烦您啊 大夫 不然我也不好交差 这没什么好说的 六十号那小姑娘的直系亲属 只有她的母亲 但是配型并不合适 朱大哥不是她的亲生父亲 谢谢您 大夫 奶奶 压力 还难受吗 不难受 看到奶奶就不难受了 要是奶奶能替你给多好 奶奶别瞎说 今天可是您生日呀 您还要长命百岁呢 我可不能让奶奶替我 好看吗 好看 妈妈叫我爹的 送给你 祝您生日快乐 奶奶别哭 奶奶别哭 奶奶不哭啊 真好 真好 想想什么呢 别闹 什么情况 我今天给雅丽捐了点钱 就这么简单 难得你聪明以为 我还不知道你 您知道吗 朱坚果不是雅丽的亲手父亲 这还不算重来发现 我跟你说你少瞧不起人 这个事呢 我就自己调查了 您呢 就在你那个商报里 好好享清福吧 那我在楼上等你 同志 同志 我交一下六床 朱瓦丽的住院押金 朱瓦丽的住院押金 不是已经交过了吗 交过了 对啊 你看 单子在这里 怎么不进屋啊 钱交了吗 没有 不够啊 有人交过了 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把那件事 告诉了今天的女编辑 没有啊 你不相信我呀 那编辑是不是叫国剑 是啊 无缘无故难打 他干吗替咱们交钱 我不管你有没有说 明天先把这卖老吒的钱 还给他 这件事你给我乱来肚子去 去吧 去吧 原姐 上车 走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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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姐 我本来想先找你的 没想到你倒给我打电话了 前面有个插管 咱们去那儿说吧 不用了 不用了 小姑 就这儿吧 这个钱还给你 这个 这是卖老宅的钱 有点伞 你别嫌啊 你们现在这样拒绝我 是不是有什么 别的难言之隐啊 至于是什么难言之隐 大哥不是雅丽的 新生父亲 他怕我把这事 刨出来什么 你不想救雅丽了 逃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会耽误雅丽的命 云姐 亚丽的新生父亲是谁 为什么不找 别说了 我知道了 不是不找是不能找是吗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不能说 你别说了 亚丽才十三岁 你真的忍心看着她死吗 我 我根本就不知道她是谁 谁电话响 谁电话响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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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电话啊 你电话啊 谁啊 喂 喂 你怎么还不到啊 小元啊 早知道你这点不到我就先回去了 你等会儿 等会儿 我去接你啊 好吧 来哥 给他喝一点 我去拿了 去咳嗽 身体人 又还得到 去咳嗽 你今天走的 啳嗽 不 快点 我不想打开 能 lemon 这个子 你等我啊 你等我啊 晓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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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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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湖 江湖 你居然会要我吗 会 会 会 江湖 我要抱枪 我要抓住 我这个活蛋 抱 抱去 不能抱去 不能抱去 这事不能让我妈知道 我妈知道 会逼我和你离婚的 要不 我能忘了吧 你能忘了吗 你能忘了吗 忘不了 可是我不想失去你 晓云 雅丽 是我被强奸后生下的孩子 这 这怎么会 晓云 姐你拿着吧 我先走了 雲姐 等等 我有办法救雅丽 寻人 寻找当年的强奸犯 呼吁她站出来救人 不行 这件事情我们瞒了十三年 你毁了我没关系 但你会毁了雅丽 毁了我们全家人的 我不能让你这么做 雲姐 雲姐 你先坐 雲姐 新闻是可以化名的 这么轰动有争议的事情 影响力会非常的大 我向你保证 就算当年的那个强奸犯 她现在身在国外 一定能够看到这篇新闻 如果她还有一点良知 她就会站出来救人 她要没有良知呢 那会有更多有良知的人 站出来 不行 绝对不行 我不能拿我们一家人的 幸福做赌注 雲姐 是生命重要 还是生育重要 小姑儿 我能相信你吗 不论你相不相信我 现在我们一起努力救亚历 才是最重要的 好吧 雲姐 因为需要我可能会录音 我需要知道详细的情况 但是你放心 录音的内容 我不会让第三个人知道 麻烦你喝多 来 怎么了 胃有点不舒服 可能着凉了吧 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你赶紧进去吧 妈在里面吃饭呢 要不又说咱俩说悄悄话了 海连跟我说悄悄话啊 还怎么了 他不说你 他说话 没问题 专家事 你 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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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多半十个借口 你们看看这份笔情 上面很清楚地写着 要是经这么一刮 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今后很可能不能再运 放心吧 好啊 你们俩糊弄我是不是 走 望远 妈跟你眼睛 走走走 妈妈 给我 妈呀干嘛呀 你还想打我怎么着 您就别费这心思了 望远坏了 有了 满意了吧 我就说嘛 你小子 这是好事啊 干嘛还瞒我呀 来的不是时候 我们正商量着要不要呢 再说一遍试试 只要有我在 这孩子就得留着 你们养不了 你妈养 不是 妈 别说一遍再 你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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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键 再加码件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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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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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爸这小孩虽然保住了 但以后你老婆想再要孩子 就难了 坦白说 雅丽的出生给我们一家人带来了很多欢乐 直到雅丽查出这个病 我才又想起那些不开心的事 是我不好 这是我一个心病 虽然说建国不太建议 但我始终觉得亏欠了他 云姐你别这么想 大哥他会理解你的 也许吧 雅丽 爸 饿了吧 爸爸做了你最爱吃的八本粥 谢谢爸爸 客气什么呀 你妈呢 出去了 说一会儿回来 我吃吧 慢点 爸爸 你别难过了 我在网上查了 只要能找到合适的骨髓 我的病很快就会好的 我能等 我相信 我相信 快吃吧 不对了 这只蓝色的牵制盒是送你的 等你想我的时候 都可以看着它 这孩子是说什么呢 爸爸会一直陪着你 我会晚上好起来的 我会晚上好起来的 快吃吧 我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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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 我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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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将来的成长造成影响 要不是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我也不会把他说出来 总会有办法的 小谷 这件事情你有多大的把握 云姐 我一定帮您找到当年那个人 救火压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国 钱已经还了 我在路上了 好 大哥催你回去了 是啊 出来的时间有点长 压力的情况你也知道 现在身边缺不了人 云姐 我知道你担心什么 你放心 新闻报道我会化名 不会让大哥知道的 谢谢你啊 小谷 睡了 刚睡 知道多少了 还没早晨吹多呢 钱还了吗 还了 我给她的死活不要 说是给亚力做手术的钱 我放眼前就回来了 好意咱们先领了 但钱不能要 可不是 亚力这病啊 也不是有钱就能治好的 üss 雅丽现在这种身体还怎么等呢 再这么下去怎么行呢 见过 你有说什么呀 我是说假如啊 那个 假如要是现在能有个方法 找到当年那个人 让他救亚历 你能同意吗 这样我做压力 让我命都行 那你是同意了 你是相信那女鞭那把 小云 你想想啊 如果咱们把这件事情抱住 压力还这么小 你让她怎么面对这一切 妈那边的 你呢 别人怎么看咱们 等等姑娘那边的消息 压力要是等不了了呢 小云 我的脸面就那么重要吗 就算找到了 你能保证百分之百配音成功吗 找到了 你怎么会有选择 我只要遮这个 还有一个 因为 avoiding 王云姐 小姑 我是王云 新闻的事 我考虑了一下 还是别做了 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了 如果您是协议公司的平台太小的话 没有关系 我可以召集大家的力量 来一起做这件事情 但是你千万不能放弃希望啊 我知道 但是雅丽的爸爸不同意 我不能背着他干这事 他都忍了十三年了 如果这件事我再瞒着他 我这心里过意不去 我这 我这人怎么总是办错事了呢 这件事 这件事情没有谁对谁错 云姐 如果这次的事情不是人力关心的话 我也会劝你把它乱在肚子里 因为这个事情对你们一家人 都是非常大的伤害 但是雅丽现在还这么小 所以我劝你再考虑考虑好吗 我做了什么 混不着 但是我又做什么 你就勿扰自己 这人都做什么 你的意思 我去一个 我去吃吧 你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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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胜利的骨髓库有消息了吗 对 是有消息了 但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省内的骨髓库说 没有和亚力合适的 那个 我们再想办法 回家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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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没有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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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好了 我决定了 我要找到那个编辑 我要让他帮我找到当年那个人 我知道也许这么做 我们可能会失去很多很多 但这的确能换来雅丽一次活的机会 可能 可能找到那个人 也会失败的 但是这的确是雅丽唯一一次活的机会 师父 雅丽 你不是说过我吗 为了雅丽一连命都可以不要 面子算什么呢 雅丽 你说我 雅丽 让我求求你了 算了我求求你了 雅丽 如果雅丽不在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同意 雅丽 没关系 我 我 我 感谢观看 文云姐 好好好 你放心 这件事情一定能成 妈 你为什么总喜欢唱这首山歌呀 你不喜欢听啊 妈妈不唱了 不不不 我喜欢 就是听着有一首 不想和妈妈分开的感觉 心里不舒服 这首歌啊 是妈家乡的歌 妈的家乡叫贱美西 嗯 这是姥姥交给妈妈唱的 这首歌啊 还有个传说呢 真的吗 妈妈 能讲给我听吗 好 传说呀 曾经有一个仙女 爱上了村里的一个小伙子 后来啊 他们生了一个孩子 生了特别幸福 可是啊 这件事被天上的王母娘娘知道了 就在鸟花盛开的时候啊 把山女都抓起来了 从此啊 现在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了 后来每年鸟花盛开的时候 山间也都会传来这首歌 喂 在哪儿呢 在我爸这儿呢 他今天有点不舒服 我回来看看 你完事了 完事了 稿子不都发给娘吗 好 这件事情真的要做了 当然了 今天都打算上头条了 你爸那边没事吧 用没我过去看一眼 不用不用 行 那就行 对了 稿子你看没看 这次表演你一下啊 稿子里的隐私保护得非常好 知道了 真啰嗦 别看了 雅丽 妈 不是 是真的吗 öringamin 我知道了 雅丽啊 那个你别多想啊 这网上都是假的 是妈给你欠欠姐姐 为了给你着骨髓 编的 都是编的 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雅丽 爸 听说啊 你最近挺忙的啊 累了吧 姐姐哥爸爸给你好好地补补 哎 今天小赵怎么没来 他咱们有事 那个啊 姐姐 那个新闻啊 我仔细看了 你说这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怎么就不是真的了 我抱的能有假吗 那你跟老爸好好的讲讲 这事呢也挺巧 上次我不是去一个中学做演讲吗 然后呢我就发现 他们班的其中一个小孩 得了白血病 事情的经过呢 大概就是这样 怎么样 我新闻的嗅觉够准吧 怎么会啊 怎么会啊 郭大伟 你嘀咕什么呢 什么怎么会吧 你就没想过啊 王渔是骗你的 我也他女儿 不能 你听爸一句 这个新闻你别跟了 我总觉得这女命不对 不爱听了 不爱听了 走了 这就走了 我没想过 你也太过分了 你还告诉我你是老师 好 现在好了 网上全都传开了 刚才医院开会 已经把我点名批评了 医院已经决定 不向任何媒体泄露患者信息 更不会接受任何媒体采访 以后再有记者打电话来 我直接全传给你了 那怎么办 好 先去你了 走 走 走 真没想到时间会这样 都怨我 现在手帧没用了 那怎么办呀 为了压力的病 出院吗 出院 你自己和人解释吧 大哥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他们会人肉 你不要再说了 我们不会再相信你了 今天这事就是后果 怪就快相信了你 大哥 现在我们不能放弃 压力已经耽误不起了 不是小郭要不我们还是出院吧 出院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只会耽误压力的病情 那行 小郭 我们就再相信你一岁 那你说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呀 只能等蒋介范站出来 鲁塔不出来了 小郭 你会不过来 有一个人吗 没有人 你不过来 你也不过来 不过来 那有个人 你不过来 不过来 我只能帮你 你不过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 我输出你了 我没有你这段日子 妈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骂我一顶吧 如果生命只有三天 我希望 你和爸爸妈妈过好三天 胡老板 您还记得 十三年前胡同里发生的事吗 我恨你 骞秀把最后的父爱 给你妹妹吧 我们下期再见 你 我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